这是一家专门售卖旋风蛋包饭的餐厅 凭借这一道料理 这家店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人气餐厅 很多人都目明来品尝这种像艺术品般的蛋包饭 本期视频就跟随番妮一起看一下旋风蛋包饭的制作过程 大厨把米饭倒进锅里 与时酥猪肉一起炒熟 炒好的饭成在一个盘子里 摆好造型 看着非常的诱人 接下来起锅烧油 等锅预热后 舀上一大勺打好的鸡蛋液 倒入锅中 接着晃动鸡蛋液 使得均匀平铺在播种 当鸡蛋液最外圈开始凝固卷起的时候 用筷子把鸡蛋液聚起起来 从鸡蛋液的两边往中间聚入 稍微等到鸡蛋定型后 轻轻地用力 往顺时针的方向旋转鸡蛋 这个过程不仅要慢 而且还要注意火候 等鸡蛋顶部几乎都凝固的时候 就可以出锅了 把做好的鸡蛋盖在炒饭上 接着放上炸好的猪排 浇上蛋包饭的酱汁 不同的口味可以选择不同的酱汁 喜欢辛辣浓香的可以选择咖喱酱 喜欢酸甜口味的也可以放番茄酱 最后再撒上干欧气 这道炫风蛋包饭就做好了 炒饭搭配软软的鸡蛋和酸甜的酱汁 吃起来非常不易 这样一份蛋包饭售价40元钱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贵吗